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媒体 在这个社会讲话是要负责任的 做人 人格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那前瞻计划 全台湾的人还有人不知道他是绑装工程吗 国民党到现在突然间醒了吗 各个县市都已经反弹 都已经清楚地知道 这个前瞻计划 左手换右手或者是猴子 朝三暮四 朝四暮三 总而言之就是花你老百姓的钱 从年改里面 从军公教身上剥削来的钱 四年八年一次给他花光光 但是军公教的民心事迹 一去不复返 而大陆在今年RCEP谈判 就会结束RCEP一成型之后 台湾的明天在哪里 今天跟我们一起打拳的 正日评论员董志森 大家晚安 正日评论员李胜峰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王红威 事先好 大家好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李明贤 大家好安 野台发起人罗志强 大家晚安 资深媒体人张有化 大家好 等一下艾普罗民调的总经理李大为 也会加入我们的讨论 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寇寇姐为什么又跑出来 在这个社会里面抢戏呢 好 我们来看 她在7月10号 她在脸书上面连发两文 她说第一个寇寇观点 假民调跟假药 有什么不一样 柯P不知道能不能解答 然后这个好像没什么关系 可是你下面 你就看到泼出来一个图 然后这边有寇寇观点2 民调跟假药第二弹 原来有唐1 这每句都很有玄机耶 看这张照片中的3 柯文哲 朱立伦 还有赖清德比 赖清德胜出 这个我们看到是一个 沃尔党的一个资料 一个民调的资料 然后这里有柯文哲 朱立伦 赖清德 其中赖清德的民调最高 等一下我们会 好好地讨论这份民调 因为我手上也有完整的民调 可是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小时 所以昨天我们只能讨论 蔡英文 武敦义跟柯文哲 而豁然发现 原来柯文哲狂胜蔡英文 跟武敦义 可是柯文哲跟对上 赖清德跟朱立伦以后 会是怎么样子呢 我们还是今天会花 同样规格 同样时间来好好讨论 所以寇寇姐 你要仔细听 因为你只看到片段的资料 我会有更完整的 然后艾普罗副总经理 邱元宝立刻公开回籍 他说周一扣公开指责 本民调是假民调 到底何处为假 请提供明确的证据 如果无法提供 则已涉及诽谤 周一扣必须公开道歉 以导证试听 他当然很愤怒 一个民调公司 成立那么长久的民调公司 你的唯一最重要的资产 就是你的信誉 人家骂你是假民调的话 你当然要回籍 好 那周一扣立刻闪躲 我们内行人一看就知道 他说假民调跟假药有什么差别 请教医生出身的柯P 爱普罗干嘛对号入座 告我 悉听尊便 我要控告旺旺集团老板蔡衍明 唆使诬告 及威胁恐吓 周一扣呛假民调 爱普罗扬言提告 这个我这样就看不懂 因为他整个感觉就是在 闪躲法律责任 可是又要去骂人家是假民调 今天我就把当事者最新的受害人 爱普罗总经理李大为 李先生请进来我们来讨论 到底为什么 李总 民调公司被Coco姐这样重量型的媒体人 指控是假民调 可是他说他没有啊 他没有指控你为什么要对号入座 OK 我想的我们绝对不是对号入座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因为不但不是我们对号入座 反而是周一扣 他自己呢 坦承了他的犯行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个表格 就是我们爱普罗公司 提供数据报告的标准表格 怎么会出现在他脸书上的 他在上面将假民调 下面引用了我们的表格 而且所有的数据 跟我们做的调查一模一样 那这不是在指我们公司 那请问是在指谁 好 我秀一下 我手上有完整的爱普罗 他的表格在这里 数据是一模一样的 次数不会有这个地球上 不会有第二份民调 是跟连这个系数都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可以证明 我手上这个爱普罗的 这个资料就是周一扣他所扑出来的 对不对 没错 所以你们不是对号入座 是他拿到你们 然后就指控你们是假民调 没错 确实是如此 那你们现在他们说是假民调 而且他没有要道歉 因为邱富 邱富总经理他已经说了 他说如果 如果你不到歉我就要提告 那周一扣没有要道歉 我想这个是这样 你们采取什么作为 我想因为周一扣他官司很多 我们是可以体谅了 可是呢 基于这个公信力是民调公司 他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们如果周一扣他不公开提出说明 并且道歉与矫正试听的话呢 我们一定会告 而且我们的纯正信函都准备好了 而且我们即日就会发出去给他 然后呢 如果他不在三天之内提出公开的说明跟道歉 我们一定会告 一定会告到底 好 保证我们商业 三天之内 从什么时候开始算三天之内 从寄发我们纯正信函开始的三天之内 好 那你们什么时候会记纯正信函 我们立刻就会记 好 那所以到目前为止状况就是这样子 其实我手上有旺报 旺报 礼拜一的旺报 请注意看哦 旺报礼拜一其实就已经公布了一模一样的 你看这里 对谁表现最满意 他有赖清德 朱立伦 柯文哲的对比 赖清德最高31.9 旺报昨天早上的报纸就已经公布了 比扣扣姐还早啊 扣扣姐怎么会指控人家早就已经公布的东西是假名调 你有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证明人家是假名调呢 难怪人家那么生气 那扣扣姐过去一连串对别人的指控下场怎么样呢 我们从很早以前 从13年前 2004年周玉寇跟温森在电视节目影射连战 三次去瑞士卢家诺洗钱 连战当然很怒 因为那时候要选总统 你说我去洗钱我还要做人吗 结果连战提告 到2008年的时候 最高法院判周玉寇跟温森两个人 没有经过相当查证 要在六大报登报道歉 两个人呢 不登报连战更怒 2009年连战申请查封 周的三千万元豪宅获准 后来周跟连和解才策告了 他去求连战和解 这是第一个 他输了 2015年4月13日 周玉寇点名郭台铭 曾经捐三亿元政治现金给连胜文 郭台铭提告求偿 当时他怎么讲 头可断 血可流 要对周玉寇告到底 2017年今年的3月7日 高院认为周没有经过合理查证 损害郭的名誉 判赔200万 四大报头版刊登半版道歉启示 全案仍可上诉 好 2014年12月7日 周玉寇多次指控马英九 收鼎心集团两亿元 马英九认为民意受损 就求偿 最后呢 高等法院判周玉寇 拘役50天 得医科罚金5万元 全案定验 媒体追问 寇后姐 你要不要去坐牢啊 你要表达你的抗议啊 寇后姐 最后讲了半天 最后乖乖去缴罚金 所以顶尖了 再来2015年5月26日 黄光琴在政论节目里面 批评周玉寇是政治变色龙 做假新闻 骗通告 周玉寇很气 提告 最后今年6月13日 高院判周玉寇败诉 黄光琴不用赔 等于说黄光琴对周玉寇的 政治变色龙的指控 假新闻 骗通告的指控 免赔法院认证 这是过去周玉寇在所有的 对有关别人的明节 对事实的指控上面 法院所判决的 那我们现场今天又请到另外一位 周玉寇的受害者 罗自强 其实刚刚里面讲马英九那个现金案 我也是在里面被他就是抹黑的一个人 那时候大家都记得他把我打成所谓顶心门绳 就是拿钱办事 所以跟马英九的那个现金案扣在一起 那最后检方其实也有在也有约谈 最后呢发现是查无实据 就没有这件完全没这件事情 那反倒是我告他的部分的话 目前他是被起诉 那还在那个一审当中 那我什么要讲 其实周玉寇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 我也告诉大家 其实周玉寇为什么有恃无恐 因为他有四大招 抹黑的四大招 第一招他已经用了 就是他看第一招是什么 第一招就是点事不点名 你看到没有 他明明贴的那个就是爱普罗的资料 但是呢 对 但是他的贴文贴的是爱普罗的资料 但是他在文章里面 他没有点名是爱普罗 但他明明就是讲爱普罗 所有外面的一般的民众 看到他的贴文 一定认为说 他说的假民调是爱普罗 但是呢 他留一首什么 他竟然到法院的时候 到法官面前就说 我不是假爱普罗啊 你有哪一只眼睛 看到我假爱普罗啊 对不对 我讲的民调是很多的民调 我综合的感觉 台湾民调假民调很多啊 所以当大家到法庭的时候 你要知道法官非常忙的 法官根本不会follow这个贴文 他非常掌握法官的心 所以当大家面前跟法官这样讲 法官就觉得说 听起来也对啊 你这句话 你所有的文字里面 我没有看到你提爱普罗啊 所以他就觉得说 他是不是讲的有道理 他就是切割情景 对公众 他要表现的就是 让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爱普罗 他就说爱普罗假民调 在那种情境下 所有人都觉得 对就是爱普罗 可是你一到法院 法院你要开 那个审判要多久啊 等到法官真的看到 他卷重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他是从没有印象开始建立 他到庭上又告诉大家说 我不是假爱普罗 你自己对号入座 这是他的第一招 那接下来呢 第二招出来 就大家都最知道 听说共和国啊 对不对 没有没有我听说的 那听谁说张三说的 张三传来说张三你怎么这样 没有我听李四说的 那李四传来 那有没有听王武说的 他就跟你无边无际听说下去 那到最后什么 法官搞不清楚的时候 有些法官认为说 听说那至少你问过了 那算不算合理查证 那如果这些招都不行 他就扮演受害者 你像那时候郭台铭不是 打官司的时候 他就开始讲说 你是不是男人啊 对不对 然后就开始扮演那种 所谓的被欺负的人 那最后一点是什么呢 其实他也在赌最后 因为赌到最后是什么呢 最后最后对他最伤的是什么 最后就判他输嘛 判他输有什么 有些有可能就是 只是判什么呢 小项道歉而已 像有一些官司 其实法官是比较 倾向言论自由的 他会觉得说 你如果评论过程当中 就算你的评论不实 你看看之前不是就有一个法官 就判一个案子 明明是不实 判一块钱 赔一块钱 对 对他而言 如果判赔一块钱 跟没判是一样的 那他最后他也可以讲说 这法官还去骂法官 所以怎么算这个算盘 拨起来 他都赚 那你说他自己 要不要做这事 我常常感觉什么 对一个鲨鱼而言的话 他不会恨口中咬的那块肉 所以他今天咬爱普罗一口 你不要以为 他对爱普罗是有恨 不是 因为他咬你一口的话 对他而言什么 他就有话题 然后呢 他就有很多的通告 我非就是马英九讲的 抹黑他就是为了什么 为了一百三十多次的通告啊 对不对 那通告是什么 就是对他人就白花花 所以当评论员 像我们都是觉得说 我们一定是要有评有据 对不对 我们对自己的言论 是要求很严格的 可是呢 有一些人 像周玉寇这样的人 他基本上对自己没有要求 所以呢 他就高兴什么 我高兴怎么讲 反正最后算一算 算盘拨一拨 觉得核算 我就是抹黑你 你能怎么样 不然你要安全 告你就去告 告了以后 我在上面再胡说八道一通 把法官哄得 那个晕头转向的 搞不好最后他也是没事 以周玉寇在台湾媒体 从平面媒体 一直到现在他有广播 然后常常上各大电视节目 这样子的一个 台湾的一个风气 因为有这么多的官司 已经是明明白白在这里 而爱普罗这个事情 很清楚的 不管是爱普罗的资料 民调的方法或什么 他有没有任何指控 可以指控爱普罗就是假民调 可是他可以这样串联来伤害别人 然后不用付代价吗 从蔡英文当选 台湾突然多了很多民调公司 那里面几乎没有哪一家有公信力 那我们在媒体这么久 台湾的媒体 其实爱普罗大家不晓得 他其实是我们媒体 里面的第一家民调 全台湾第一家民调公司 照我的印象他大概成立三十年以上 大概三十年 就是说他过去叫做中国时报民调 那第二家就是联合报民调 然后在TVBS民调 这是新闻界大家公认 就是比较有公信力的 那其他的 也有一些媒体也成立民调 那些都没有什么公信力 这是我们 就是在新闻人来讲 大家公正来认定 那今天他指控这个 为什么爱普罗会这么愤怒 就是我是有权威性的 因为国际台湾人 没有人敢怎么做民调 最早做民调是赵少康 赵少康那时候做奖金国总统的民调 那时那个年代 总统民调是你能做的 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对奖金国不满 那个民调一公布 赵少康是被骂 有很大压力 所以那时候 你要去公布这些民调 或政治人物的民调 其实是有一些 一点点风险的 那今天我们来指控一家民调公司 他是假民调或怎么样 那你就拿出政绩 最主要就是政绩嘛 那现在台湾其实很多名嘴 他是不要政绩的 尤其被认为的利盈名嘴 他是不要政绩的 利盈名嘴不用证据 刚刚志强 罗志强很感慨 因为他曾经是当事人 他跟周一寇 那时候被周一寇指控 心里很悲愤 但是你如果不是小咖 他也不会指控你 我先安慰你 谢谢董哥 是 但是为什么 这些利盈名嘴敢这样 我老实讲 这跟台湾的司法结构有关 台湾的法官 80%以上挺立 而且挺立 挺到不要脸 就是你 你怎么讲 他都无所谓 所以你看很多判决 为什么会这样判决 譬如我们节目曾经请张亚萍来过 张亚萍现在已经坐牢了 为了一个选举文宣 判两年十个月 这是政治烟疫 这个根本不用讲 人家周一寇只要赔五万块就好了 是啊 你看一个选举文宣 老实讲 在戒严时代都不可能判两年十个月的 那这种就是非常政治的 那你看有多少法官 你跟他讲嘛 缩押他的一个法官 判决他的一审三个法官 三审五个法官 加起来十几个法官 这法官在干嘛 在替民进党涂资磨粉 当立营打手 政论节目的评论员 却被四次在法院的判决里面 是判败诉 是犯诽谤的 请问他还有没有资 支持